大家好,我是PCM的Martin 我身處布魯克林區的巴克萊中心 我在這裡做什麼呢? 其實大家看到後面就知道了 其實今天Samsung在這裡舉行一個Galaxy Unpacked Event 發佈什麼機器呢? 當然就是下半年的旗艦機王Samsung Galaxy Note 10 究竟這部機器有什麼特別呢? 不如我一會兒帶大家一起入場 看看這部機器有什麼個人之處吧?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手上有兩部Galaxy Note 10 左邊這部就是Galaxy Note 10 Plus 這部就是Galaxy Note 10 其實兩部機拍在一起對比 Galaxy Note 10 明顯是比較大 始終它用了6.8吋的屏幕 Galaxy Note 10 就用了6.3吋的屏幕 當然大小就有些不同 Galaxy Note 10 會是針對想要一部小一點的機器 又可以享用到S-Pen好處的朋友 Galaxy Note 10 Plus 的話 就是針對一些本身已經是Note系的Fancy 想要一個大螢幕的體驗 以及一個極致的效能 一定是選擇這部的 兩部其實都是用了這個 Infinity All Display 大家都是把鏡頭 前置鏡頭放在屏幕的頂部中央位置 兩部機其實其他位置都是一樣設計的 最主要可以看到機底 其實就是沒有了這個3.5mm的插頭 如果要聽歌的話 就要用USB的耳機 或者用真無線耳機 其實機頂也有些不同 因為呢 只可以看到 其實這兩部機 機頂的邊 機頂的邊是做得很貼的 好處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把聽筒移到機頂 機頂你會看到有幾點 其實就是一個3mm的位置 可以令到整部機的機邊 可以做得很薄 令到我平設比提高 好了 除了跟這個 兩隻自己的大小機比較之外 我亦都帶了Galaxy Note 9來 就把左邊Galaxy Note 10 Plus 跟右邊Galaxy Note 9 做一個小小的比較 其實你看到兩部機 大小上 都不是差很遠的 我拼在一起 其實兩部機 只是Galaxy Note 10 Plus 都是比Note 9大小小的 不過呢 其實如果我把兩部機 打平看 打平看的話 其實呢 這個Galaxy Note 10 Plus 是比Galaxy Note 9大小的 而且因為Galaxy Note 10 它兩邊的Curve 是用了Galaxy S 10 Plus的設計 所以其實呢 開手方面呢 是比Galaxy Note 9更好 看看背面 背面就 很清楚地知道哪一部是新機 左手邊這部 三個鏡頭 打直排 排在機身的 機背的左側上角 當然是新機的Galaxy Note 10 Plus 跟Galaxy Note 9 在鏡頭中間的設計 就很不同 亦都因為 Galaxy Note 10 Plus 是用了屏幕指紋 變色功能 所以 在Galaxy Note 9上面的 實體指紋 感應器 就沒有了 見不到再見不到